难怪金翁不提郭靖之死 你看郭靖死前有多心寒 仅三高手协助守城 出读以天图隆记的朋友 会被书中的一句话所震惊 原文学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路同时殉难 普隆刀不知下落 郭祖是当时身在西川 呆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以为时不及 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能和九银真金融合在一起 达到了刚柔并济的至高境界 此外 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还能和左右护博之术天罡北斗阵融会贯通 一经施展 有意不当官万夫莫开之用 加上郭靖得了岳飞的五目遗数 通读之下 郭靖领兵打仗的能力已是当势一绝 然而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天马行空 但依旧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 金庸根据蒙哥死在钓鱼城的事件加以改变 就有了杨过用飞时击毙大汉蒙哥的武侠故事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 忽必烈率领蒙古铁骑踏平了襄阳城 先于此 由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称的郭靖绝不会弃城而逃 于是就有了郭靖为国卷去战死襄阳城的结局 即使郭靖最后死在蒙古人的手里 但只要金庸提笔 凭借他的文采和光怪陆离的想象力 绝对能将郭靖浴血奋战 最终惨死的悲壮描写的恰到好处 然而金庸却选择在《以天图龙记》里 将郭靖之死一笔带过 他为何不详细描写襄阳城破地故事 笔者认为 金庸之所以没有叙学《神雕侠侠侣》有他的苦衷 首先 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编撰了大量的虚拟人物 但仍需要尊重历史 沿用历史 据史书记载 乌碧烈不仅攻破了襄阳城 还挥兵南下继续开疆拓土 最后在中途建立了大元王朝 如果金庸续学《神雕侠侠侣》 该如何讲述中原武林高手 臣服于蒙古人的江湖故事 正如金庸在原文里学的那样 元代中途沦于一族 百姓身于蒙古的铁骑之下 现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抵抗官吏残暴 勉力自保 一个勉力自保道出了当世大侠的无奈 毕竟中途已经成了蒙古人的天下 而真实历史又无法改变 如果强行续学《神雕侠侠侣》 只会适得其反 其次 金庸的武侠小说 虽然充满了许多玄幻神奇的描学 但身怀武功的高手 终究还是一副血肉之躯 他们无法像修仙者一样 青春永驻 长生不老 总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要知道的是 在第三次襄阳城大战之际 周伯通 易登大师 黄耀师 英姑等高手 虽然鼎力相助 但他们都是几近百岁之人 十三年之后 随着忽必烈的蒙古大军卷土重来 这些老年高手早已离开了人世 此外 在金庸刻意的安排之下 历经磨难的杨过和小龙女 选择退出江湖 这一对神雕侠侣 再也没有出现在襄阳城 也就是说 新旧武绝里 能够继续同蒙古打子奋力厮杀的 唯有北侠郭靖一人了 但郭靖并非孤军作战 他身边还有三位高手 一 黄荣 黄荣和郭靖一样 得到了全套版的九云真经 历经多年的修炼 黄荣的打狗棒法和九云真经相辅相成 历经施展 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黄荣还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女侠 智勇双拳的她 无疑是郭靖最有力的左臂右膀 二 承英 承英是黄药师的官门弟子 他不仅和杨过是结拜兄妹 还和郭靖一家远远及身 可以遇见的是 廷文襄阳城爆发了战事 承英必定第一时间赶往襄阳城 三 陆无双 陆无双也是杨过的结拜兄妹 此外陆无双还是古墓派的弟子 廷文蒙古人卷土重来 陆无双势必会跟着表姐承英一起赶往襄阳城 除了援助郭靖之外 陆无双和承英还有一个小秘密 那就是希望再见到杨过一面 遗憾的是 承英 陆无双不但没有见到杨过 他们二人极有可能也跟着郭靖 一起死在了蒙古人的铁体之下 看到这里 有些读者会说了 王荣算是一流高手 承英 陆无双最多也只是二流高手 但需要指出的是 承英的武学天赋不低 他只要将谈指神通炼城 并能在后世江湖里占得一席之地 再看陆无双 他得了杨过交给他的玉女心经 他还有机会潜入古墓参悟九阴真经 只要加以十日融会贯通 陆无双的成就也不容小觑 更重要的是 随着新旧武绝走得走散得散 武学之道也日渐衰微 在这个青黄不羁的年代 承英 陆无双的确算得上是一流高手 不过对于郭靖而言 黄荣 承英 陆无双终究是女流之辈 相比于第三次襄阳城大战 这三位女高手远不如杨过 周国通 英雇 黄耀师 一灯大师 望着兵强马壮 远远不绝的蒙古铁骑 再看看身边老弱病惨的士族 郭靖当时有多心寒和想而知